姐妹们我们从南京姐姐家回来了 今天把这块地瓜给挖了 摆摊去卖去 这两天姐姐姐夫在南京呢 也带我们逛了很多地方 看了房价 最后呢我就总结了八个字 回归现实 继续努力吧 我妈已经开始上手干了 我要卖撑一个了 像 不知道今天这个地瓜姐的大不大了 谁知道也不 那呗 力气给我我来干 用叉子把它插起来 别弄坏了 这个瘦子 第一个 起来了一个 还有吧 刚开始的 里边大 第一个小点呗 这种烤着吃刚好 对 大小刚好合适 看看 新鲜的红薯 哇 这个大一点 被你挖坏了 恍然的 这挖地瓜也跟开盲盒一样 谁知道底下是大致小的 这个很标准 不大不小 你挖坏吧 不知道 应该没有 人家长得小 这是一场 光长长度了 没有粗度 继续 好久 我去拿了 看看这一窝 这一窝都好标准 个头差不多 嗯 看这个根挺粗的 红薯应该不小 我挖起来呢 这个最大的还是底下 我一头手拔起来 风收的喜悦 大猎正在埋头虎干 这一窝都已经挖完了 小贝 不捡地瓜 你在这干嘛呢 你不给我买三点 我给自己做了一条 手练都有了 全套猪宝首饰 捡地瓜 正说要紧 看这个 漂亮 这个挺肥 今天最大的一个 大家不要看它的地瓜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特别的好吃 烤完之后很香很甜 它是正宗的烟熟二五 这一窝已经捡完了 都在这里了 有不少 不少 看这边不知道是穿窝了 紫色的叶子 是不是跟紫薯好上了 挖开看看 这个是荒蝉玉吧 里面是白色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这个大一点 开裂了 这不是哈密玉手吧 不知道 可能是吧 这种应该很甜 我妈觉得我们俩没挖干净 就在这边闹呢 替我反过了 哈哈 我跟你们说干净 你也不信 大不大 比你厨还大呢 这一窝你看 哇 这个也能长大 你看这个个个不小 小辉 这个红薯也太一言难尽了吧 你这个你要往外卖的话 你让我去买 我都不会买 你自己都没底细 看着根挺粗的 但是红薯其实都不大 你们的心是这种发紫的 嗯 这个红薯是我妈在三层人家讨的秧子 这些什么品种我们也不知道 遍地都是 这个是不是我们种的太晚了 然后挖的早 还没长好了 现在这些不挖了吧 留着 留着等下山再挖 来装框再回家去 这一块能穿下了 差不多没有多少 你不少 走看 本来我们想着今年的地瓜大豐瘦 挖一些呢去街上摆摊的 现在看着情况 只能留着自己吃了 这个不知叫什么的鼠也带走 看看 还爽吗 今天劳动的成果 一宽加一袋子 不爽了 在农村只要稍微重一点 就够自己吃的 再次去南京 对我们感触挺深的 之前呢 一直想着去大城市里面买房子 但是啊 在南京待了两天之后呢 感觉还是农村好 首先呢 农村的生活节奏特别的慢 而且呢 空气都是很清新的 吃的瓜果蔬菜都是自己种的 小贝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说的对